这韩少舍年纪轻轻 就立下如此显和军功 瞧瞧又打了一场圣战 昨日凯旋 人家怎么是南城最炙手可热的红人呢 刚刚看见了他 想大句话都得排队 啊 啊 什么 为什么啊 苏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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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苏卫平生第一次见面就如此大动干戈不好吧 我跟你 有什么误会吗 初次见面 怎么不认识我了 今天是几号 你怎么 今天 夏至啊 夏至 我重生了 我重生了 哎呦 姐姐 这不是江南最大的药品商高价二工具吗 久仰久仰 苏青旗 冤有头战有主 你们倒是一起送上门了 姐姐今天身体不适 有失风范 我替姐姐敬你一杯 表示歉意 不知 不知 那家大小姐可不赏脸喝雨 少了是 却是喝了这杯酒才喝高梦子 老子想着很久 以后你做着高姐的女子 高公子 我姐姐平时笨手笨脚的 您别介意 嗯 高公子 我给你喝一杯 啊 孙莫言 对不起啊 你是故意的 姐姐太笨了 姐姐帮你擦一下 哎 不要 你太过分了 哎 小心 怎么这么狼狈啊 他在地上 平时挺端壮的呀 头发是怎么回事 身上也湿了 太难看了 他在头不是脚啊 哎 苏老爷子没来 你还不去找他 你不怕他出事啊 苏小姐 你脸上有脚子 手把上有东西 苏莫言 别挣扎 一会儿你就是我的呢 我回什么说 糟了 这一次又要冲到覆辙吗 不行 我得坚持住 苏莫言 别乱动 你真的好像好软 很瘦帅 你来这干嘛 怎么 我去哪儿还要跟着炮飞呢 看起来 苏小姐更需要的人是我 苏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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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是谁吗 苏莫言 苏莫言 尼尼尼不完全会想 наша 尼尼不公開 尼然不肯愁 那不肯愁 唯瓶 我把它çon放除了 我在哪儿 这又是 韩潇 他一向厌我们好门十家 怎么会跟我 管不了这么多了 先留点数 睡完就跑 苏小姐可真是翻脸无情啊 怎么不想负责 韩少帅 如果我说 我所以什么都不记得了 是吗 不记得 我不介意帮苏小姐回忆一下 昨天晚上是苏小姐 眼下复仇才是最重要的 不能和他纠缠 韩少帅 既然我们彼此都没有什么损失 你就当作业 什么都没有发生吧 你说作业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怎么这么伤心啊 明明吃亏的应该是我呀 苏小姐 好歹我也算帮你个大忙 只是口头感谢 未免也太没有诚意了吧 韩少帅的意思是 把他给我你走吧 早说了 那韩少帅我们就进来 上了是你们骑我杀了 这一时 为了少年还被奉还 孙莫言 你不好意思回来 这里是我家 我为什么不能回来 孟严 你作业是怎么回事 怎么能让清清当众难看 你这个姐姐怎么当的 爹 娘 你给我滚下 行什么 是他自己不小心的 晚点收拾你 既然大家都在 刚好 有件事 我们苏家和高家 向来是有生意有来往 高家的二少爷 正到失魂年龄 他向苏家提亲 提亲 怎么是孙莫言 高家谁爱家谁家 你这丫头 真不知道天高地厚 你嫁到高家 是你的福分 爹爹 姐姐昨夜可是 一夜未归 一夜未归 是啊 也不知道是跟哪个 野男人鬼混 如果这样嫁到高家 的确是不太合适 老爷 这可不行啊 这要是传到 高公子的耳朵里 那我们孙姐 可不好交代呀 昨天去哪了 跟谁在一起 昨天怎么了 这位是韩少帅吧 既然苏老爷认识在下 那就不多做介绍 今天我是来看我未婚妻的 什么时候的事 老爷您知道吗 想必这位就是苏义台吧 我还以为是苏家的仆人 你 韩少帅 我们苏家世代经商 和你们是井水不犯河水 为何你到府上 侮辱我妻女 侮辱 我今天就是来知会你们一生 我明天要带你们的苏大小姐 参加死圣晚宴 少爷是适合高默去 韩少总知道我明天要去 死圣晚宴 少帅 需要给苏小姐来点杏仁酥吗 她不吃 她怎么知道我不吃杏仁酥 她的一生 去拿一杯香槟 要对你梦汁 是 这也知道 今天这套礼服不好看 给你准备了套新的 什么 不好看 听话 快去 刚莫哥哥 你看我今天这件怎么样 这个全程只有一件 为了见你 我特意求人家卖给我的 你姐姐呢 提她干嘛 谁知道她去哪里面了 苏莫颜 奇怪了 她们不是两姐妹吗 怎么不商量好 商量好 商量好 大小姐从她娘开始到她在姐妹都不说 在姐妹 莫颜 大庭广众你居然穿烟 凭什么说我吃烟品 因为这件衣服全程就只有一件 不就穿在我身上了吗 是吗 我怎么听说 真品相机的 是由英国大师托马斯亲手 说可能 我这件才是真的 我可是花了大价钱买的 托马斯大席 前两年的战乱中选学赃 是我将他救赐 这件礼服是他亲手赐 送给我未来的喜庆 看来他穿的是烟品啊 看来有人花真品的价格买到了烟品 真是 苏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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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请你挑一支舞 我原以为高工者就是个饼鞋鞋鞋 没想到更像是只操 另一个是生业 你才是一只操 抱歉了 诸位 苏小姐今天是我的舞 人家都说 打仗打多了点 脑子又打坏 是啊 舞伴 有专属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我也想请苏小姐跳舞 哦 先生 这么多人都想请苏小姐跳舞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理由 凭什么 苏小姐得是你一顿 不能 我不是 凭这个 算了 强心 怎么还上堂了 没有子弹 传人少帅心思稳重 看来也并非如此 我后悔了 不应该带你来这里 你看看这帮人 就你虎视等待的 没想到你竟然 还有如此幼稚的 幼稚 我们出去走走吧 不知苏小姐 对今天的宴会 是否还满意 你究竟是谁 你怎么知道 我不喜欢吃杏仁 我只是怕你吃多了 身体穿不下 这些礼服而已 那你又怎么知道 我喜欢喝 配着柠檬汁的香面酒 我有听说过 这样口感很软 这个呢 你怎么解释 这可是你的单一 我从小就有低血糖的毛病 会随时起 只有我母亲知道 我最喜欢吃的 就是这一家 你怎么会知道 韩肖 你究竟有什么问题 你弄疼我了 放开 苏小姐 我不是有意 弄疼你的 韩肖 你究竟为何 如此执着于我 实话告诉你吧 我需要一个 豪门女子 来做我的妻子 为我在南城 扎稳脚跟 而你 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我现在没心思 儿女情长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做 如果你答应 与我契约结婚 我会帮你除掉 所有欺负你的人 契约结婚 没错 只是表面夫妻 你放心 你不想做的事情 我不会逼你 亲上去很愉快 我还要再考虑一下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 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 你母亲临终前给你的 老爷你看 这边靠着山 这边靠着水 要我说 这房子真的好 多适合住啊 哎 穆妍 你回来的正是时候 我们呀 有事跟你商量 正好我也有事 要跟你商量 老爷 你看 穆妍年纪也不小了 一直让他 跟着我们 挤在这个苏家老子里 穆妍 我在郊区 有一套别墅 环境特别的好 我觉得 你可以搬到那里去 真的很舒服 怎么 这是想赶我 你这丫头 你别不知道豪台 就是啊 穆妍 你误会了 我那是看你每天 在这家里面不开心 想着你喜事将近 刚好交的那套别墅呢 可以给你当做婚房 不必了 你如果觉得挤的话 可以和妹妹一起 放肆 你再这么说话 留不出去 赶出去 这是我妈留给我的 要滚也是你们管 你敢 我怎么不敢 不关是房子 我妈留在苏家的产业 继承人野兽 我随时又收回属于我东西去 你们现在才是进入下 你们最好看我的脸色行事 被拿过遗嘱 怎么办呀 宋沐妍不会真的把我们赶走吧 她最近性情大变 没准 真还赶出这种事来 要不 我们赶紧弄出来 那我们就还有老伴了 未未发现 她赶紧把自信花 把她拿去 怎么了 小姐 对不起 我把花瓶打碎了 没关系 我今天再去买一盆 老板 来碗面 好嘞 苏小姐 还真是巧啊 这个世界还真是巧啊 苏小姐 你买花怎么买紫荆花啊 怎么 高公子做的是药材生意 对花还有了解 想必平时没少年花惹草吧 都是些草木 大体相同 紫荆花育于家庭美满 寓意很好 但是呢 她同时又是一杯药材 可以清热凉血 只不过 她的这个花粉啊 接触得多了 会容易引发 哮喘和咳嗽 哮喘 是因为这个 才变成家中 苏小姐 怎么样 我陪你再去选 另外一个品种 高公子如此热情 我再拒绝 倒显得我不是好歹 我还真有一事 想麻烦高公子帮忙 好啊 只要你提要求 我能做到 一定做到 是这样的 我母亲当年病重时 我并不在身边 所以不知细节 不知可否麻烦高公子 帮我调查一下 我母亲当年在医院 就准一路 这个太简单 但是 苏小姐 如果你有事 只有求于我 是不是代表 自然是偏向高公子 做一点 我觉得 我如果知道 你不是骗我 韩肖他为人 蛮横霸道 不等道理 但是高公子不一样 这不是事实 没错 韩肖作为上帅 他配枪 是为了护国护民 他每天哪天 对着我们这些 良民实行暴力 苏小姐 我劝你离他远了 高公子 今儿多谢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 小玉 小玉 这丫头又死哪儿去了 谁呀 谁在外面 谁呀 能不能言非吓我 自己有小玉 你 你看不见我了 我看不见我了 娘 这是醒醒 傻星 苏母爷 就知道你是个扫板性 原来大娘也是被你害死的 不 不对 这位小姐只是傻星附体 傻星的根源正是夫人和小姐呀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你这个江湖骗子 来人 送客 等等 大师是你们请 你们现在说他是江湖骗子 谁知道他胡说八道呀 就是 说我不好就是大师 说你不好就是骗你 是这个意思 大师 有办法扑上吗 这 我想想 听说紫金花可以扑上 是真的吗 对对对 这个紫金花 多多益善 绝对是啊 多多益善呢 听到没 你们二位还是往房间 多放些紫金花吧 糟了 他知道紫金花的 女人告辞 小姐 我有一个锦囊 可以 可以冯金花 可以逢兄化极 所以他怎么和一个男人在一起 苏小姐 这是你要的你母亲病医当 多谢高公子 不顾苏小姐 我最近听说苏家与少帅又走得很近 不瞒高公子 韩少帅位高权重 我们也不方便嫁得得罪狠了 但是你的心意我是明白的 那苏小姐 既然我们两个心意相通 不如接着我亲自上门 把我们俩的婚室就定下来 高公子你别急嘛 最近我们家接了一笔大单子 我实在没这个心思 所以苏小姐你也经上了 高公子还不知道吧 我母亲把大部分的财产都留给了我 我现在才是苏家最大的股东 实际实际 不过若是有高家在背后支持 这笔生意我一定能拉下 到时候在南城 我们两家将再无敌手 苏小姐 你可有计划 不知高公子可听说过 虎鹿响灵丹 我偶得一药方只需四味药材即可支撑 高家是做药材生意的 想必看了就很清楚 好 这个生意 加入 祝我夫人一臂之力 上钩了 我要让你们高子心夹荡产 我要让你们高子心夹荡产 刚才 谢谢你啊 刚才我若不在 你就受伤了 苏小姐总是嘴上嫌弃 但身体却 刚才你要是不在 自己可以解决 哦 是吗 苏小姐 你干什么 这把不适合你 这把 记得 你干什么 记住 既然决定出手 就务必一击要害 你疯了吧你 你不怕受伤啊 苏小姐是在担心我吗 方才读你的人 是苏一太 你手上现在的证据 不足以证明是 他谋害了你的母亲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我可以帮你 只要苏小姐愿意跟我合作 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 好 我答应契约结婚 但前提是 你必须彻底帮我交付 没问题 上次让你帮我查苏一太跟一个男子的关系 查得怎么样了 果然有问题 这个男人在你们家当了一段时间司机 不过就是那时候好的 那苏清清的身份 岂不是很有问题 还麻烦你帮我查一下 苏清清跟我爹的血缘关系 少帅该给我家抢赢了 流了这血 你打算怎么做 我爹受验将之 这次我要送他分大礼 恭喜苏老爷 大臣 大臣 担心苏老爷子邀请 老爷子老爷子 大臣 担心快乐 恭喜苏老爷子 听说最近商会结算 老爷子是遥遥领先呀 往后您的商会 还要多多照顾我们 爹爹 生日快乐 这是送您的礼物 祝您福如东海 寿品难杀 乖女儿啊 乖女儿 父老爷好福气 好福气啊 得此一女 何其幸灾 这北域极品人生啊 用钱也不好搞到的 二小姐还是有大能力的 娘亲 您说姐姐会送什么礼物呀 自然是一份大礼 那就拿出来吧 礼物稍后就会送的 就怕姨娘你承受不住 哎呀 沐妍 你这什么意思 你送给老爷的大礼 我自然是开心 说什么承受不住呢 是什么大礼 赶紧拿出来吧 好师父 压根就什么都没准备了 对呀 最近我看姐姐老是出去 我还以为是在给爹姐准备礼物呢 到底有没有啊 没有 给钱吧 有啊 有 那赶紧拿出来呀 哎呦沐妍 她不是跟你娘一样 就长了一张嘴 其他什么都不是 娘 你可别这么说呀 姐姐可有本事了呢 是吗 哪厉害呀 你说说看 姐姐男人苦多了 今天这儿靠靠 明天那儿躺躺 精彩的粉啊 什么 沐妍 你 你这 你也不怕害臊 你也不怕丢了老爷的脸面 扫到咱们苏家的颜面 说到男人 稍后晚点 我还要跟姨娘详细聊 为什么 来这胡说八道 苏老爷子想想起 说想起 不是沐妍 现在怎么这样 你别生气 娘 你也别生气了 人都说了 不是亲生的 养不熟 以为对她好一点 她还能真读报 我劝你们少说两句 我劝你少说两句 我们这么说为你好 你倒不领情 你妈离世以后 还有谁能帮她了你 爹爹 算了 不生气了 实在不行 过两天把她给赶鸡子 罢了 今天呢 就别上桌了 回房好好反省一下 送不送礼 无所谓 如果有下次 你就随你娘姓 我们苏家 跟你没缘 老爷 赶紧上桌吧 我呀 今天给您准备的 都是你爱吃的菜 好 哎呀 这样离开苏家 大小姐可怎么活呀 也不是无路可走 还有死路一条啊 反正苏老爷 轰出去的人 我们李家长行 是不会用 不会合作的 对呀 我们跟着苏老爷子走 我们张家也一样 刮啦刮啦 开苑 韩少帅 你这是什么意思 老夫跟你无怨无仇 今天是老夫咒宴 要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阿杰 阿杰 你救我 阿杰 阿杰 要枪毙我呀 阿杰 阿杰 你救我呀 阿杰 别说话 韩少帅 我屡次忍你 并不是怕你 可能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够 但是我们商会联盟 共同对付你 你救我 小娘子 看来你爹爹 并不喜欢你送的礼物 这是什么 爹爹 这就是我送你 是我紫粹的司机 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送礼物到罢了 你又在这里瞎搞 你给我滚出去 对 赶紧给我滚出去 看你就恶心 一探 这么着急下诸柯令 列列 这可不是没关系 而是关系深了 您会想 刚才那么多话 现在又不说话 该回少帅 我好久没有打把了 让我今天练力 阿杰 你要救我 你不能这样啊 我为了你 我最要最 我最要最要的 这么多年 你办法我都不要了 老叔自己都 你这个奸 你要对我负责呀 你就认了吧 认了我们父亲之时吧 只要他们就不会 不会杀了我 阿杰 你要相信我 我跟他没关系 老爷 爹爹 你这听他讲 刚才说到男人 还要详细展开眼 这不就来了 老爷 他认识无险 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我跟他没关系 你这样我就没活路了 你要救我呀 要不然我帮你把他在嘴堵上 太扯 你这个贱种 别管你 老爷 我真的跟他没有关系呀 老爷 爹爹 你别信他 但血口被人 苏本颜 我以后要再叫你姐 我都不叫苏青青 你可别叫我姐姐 你没这个资格 对了 爹爹这个称呼吧 你也没资格 什么意思 爹爹 他血口喷人 脏水都扑到我脸上了 是不是血口喷人 验过我就知道了 验什么 验你是不是我们 大家都知道 相容则为亲生 不容则不是亲生 你不想知道真相吗 我先来 老爷 验行 过来 过来 可笑 这小家伙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刚俊梁 怀着这个砸手 给我滚 爹 我就是你的亲女儿 就是我亲亲啊 爹 我叫你亲爹去 五言 已经都是你害的 现在你满意了 那你去死吧 那你去死吧 你没事吧 韩少帅 感谢你救了我的爱女 爱女 我又成年爱女了 五言 在爹爹心目中 你永远是最真爱的女儿啊 真的吗 真的吗 爹爹 孩子呀 现在咱苏家 就只剩下咱们父女二人 哎 可惜你不见 你闭嘴 你闭嘴 你别以为你敢走苏医泰 我跟他一样了 要不是当年你为他们俩 贪图获不尽的财产 他根本就不会非这么早害死 你哎 怎样我都是你父亲 你千错万错 也是你父亲呢 你只要对我 你不怕他家 说你不笑啊啊 怕 我怕什么 怕他们不跟我合作 现在我明确的告诉你 你 还有你 是我 我跟 李小姐 合不合作 也不是你说了 对啊 你爹还在这儿呢 苏家商会有我爹 我马上改成了 总之苏家商行女他 没有半分钱 我母亲的遗嘱就只留给我 母亲往后 苏家的生命 有我玄前在 听说你们家灵芝很难买的 就连我都买不到 哎呀 副官您过家 还得靠您照顾 只要您需要 我绝对亲自派人送到您府上 那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我送送你 告辞 刚不刚刚 刚不刚刚 你怎么还在这儿 你可不可以收留我和我娘 你和你娘现在变成全南城的孝页吗 你自己心里不知道吗 根本我还想 把你姐娶了之后 让你做一个小的 你爹是小子的药材 你还在亲眼 高梦哥哥 高梦用大量自己 痕迹药丹的药材 他果然钻入你的圈套 我已经开始一比他低的价格了 到时候 就没有人再去买他家药材 我要让他睡 归 这还不够 既然决定要做 就务必急 什么意思 我掌握了高梦用军方资源 走私药材的准备 只要你放话 我立刻以走私罪名 查封高家所有的一切 那高家不是彻底的一切 不错 这 就是我给你的聘礼 不知 苏小姐意下如何 这次彻底查封 已经没有翻身可能 高家以除 下一个人是谁 现在 我只想好好运营 我母亲留下的伤会 希望 不要毁在我手上 接下来 该谈谈我们之间的正事了 你帮我完成心愿 按照约定 我该与你成婚 时间呢 三日后 这么快 我都准备好了 你只负责出席 放心吧 我会陪你演好这出席 苏小姐 在你心里 我们都不理解 你 你 在你心里 缓着我 这样写得惊一切 我该是谁 你才梦呢 要懂得 恭喜少帅 贺习少帅 恭喜少帅 贺习少帅 恭喜少帅 你来真的呀 怕了吗 什么人 我的婚礼也敢抖乱 放开我 我是来找韩大哥的 韩大哥你不记得我了吗 你是谁 我是秦婉儿 我爹是秦宏 同事韩大哥手下的副将 趁自领导鸡黄 人都死光了 我爹说 韩大哥是我唯一的一个 若你所言属实 我们夫妻儿人 就会给你安排好的去处 我哪都不去 你只要留在韩大哥身边 不需要 如果你真是秦宏之女 我一定不会亏待你 这样吧 你呢 先在家里住下 给他在少帅府安排个卧房 哎 等 这不 松开吧 嗯 怎么了 穆颜 我有话对你说 穆颜 我有话要对你说 有话就在这儿说吧 我刚刚调查秦婉儿了 她确实是我副将秦宏的女儿 秦宏跟我左南闯北 是我心得过的人 但是她我真的不熟悉 所以呢 她今天来脚量婚礼 确实是我的疏忽 所以我在想 要不要再补坏一场 补偿你 没关系 不需要 我们俩结婚 本来就是做给外人看的 我帮你安顿她 我帮你安顿她 也是为了大家面子上过得去 书渝 你到底想怎么安顿她 那是你的私事 跟我没关系 那她要嫁给我 你也不介意吗 那你需要我扮演什么角色 是接纳她 还是赶走她 我们说好的 只是契约结婚 不用发生关系 说好的只是协议 你想什么呢 今晚我去隔壁睡 好好休息吧 居然还梦游 臭男人 趁我睡觉 占我便宜 对不起 我错了 对不起 刚刚是我误会你了 对不起 刚刚是我冲动了 宋慕言 我跟你说过 我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情的 那 那我补偿你 我请你吃早饭 慕言姐姐早 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昨晚没有休息好吗 没有 我就是过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好 哎呀 哎 对不起姐姐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下次再注意点 对不起 慕言姐姐 含笑 韩大哥 怎么了 没事 他好像比起严重 韩大哥我 以后不要做了 不信韩大哥关心 条管家在外面给你找 不要再待在这 不是韩大哥 他好像是慕言姐姐他 我 啊 少帅 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不用商量 什么都不用 我想回苏家 为什么 因为苏家生意本身就很繁琐 再加上现在多了高家这一摊子接手 事情太多了 还是在家会更方便 那不行 还有刚结婚就分居了 这传出去 大家肯定要怀疑 你刚刚还说我想做什么都可以 那我跟你一起去 这总行吧 啊 还是说 你只是想远离我 我没有那个意思 那不就得了 做样子给外人看 我们还可以继续发展 好吧 少帅 来来来 去里面 直接右转啊 报告少帅 厨师和家具稍后到 快去忙吧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做戏要做全套 不然怎么唬人啊 你去忙吧 报告少帅 都整理完毕 晚点厨师来的时候 接着告诉他 好好准备一顿晚饭 知道了吗 是 你是管家吗 我找你们大小姐 苏慕颜 你是谁啊 我是他的 为了 还不知道先生怎么称呼 我是沐妍的表哥 上官警 你可以叫我 表少爷 表少爷 那我可要替小姐 好好招待招待 我 好辣 这可是小姐测制的花草茶 能屈寒健脾 表少爷 你可不能浪费小姐的心意 您慢慢喝 表哥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沐妍 你这花草茶 确实屈寒 你这边卫生间在哪里 卫生间 那里 上楼表哥 我 你这次来找我 有什么事吗 孟爷 我听说苏家遭遇变故 我怕你有什么困难 所以特意来帮你 孟爷有我 不需要别人照顾 是 少帅对我极好 表哥放心吧 少帅 我想跟表哥单独聊几句 你可以离开一会儿 少帅 好吧 那我就离开一会儿 表哥 你说吧 到底什么事 我本来早些日子 就打算来找你 好来 韩潇 我看见你了 不好意思 继续 我本来想提前来接你的 没想到 还是晚了一步 此时说来话长了 我与韩潇结婚呢 只不过是歌曲所需的 权益之计罢了 你和他结婚 既然是权益之计 现在我来了 我能给你幸福 跟我一起走吧 去哪儿啊 一起吧 表哥 不用管他 我们出去聊 穆颜 你和韩少帅还好吗 我们新婚燕儿 自然是极好的 可是我听说 韩少帅这个人 喜怒无常 杀人如麻 实在并非良配啊 表哥 你也是读过圣贤书的人 知道三人成虎的道理 你怎么还听信流言飞语啊 我 当初苏廷轻和苏玉泰 差点将我赶出苏家 要不是他助手相救 我早已沦落街头 更何况 几次都是以身犯险救我 算了 我跟他的事情呢 也不是一句两句 可以说得轻的 但也绝非你们 所看到的这样 我也是关心则乱 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啊 表哥 我们之间的娜娜亲 只不过 是大人小时候的玩笑话 当不得真 我先回家了 沐妍 韩大哥 一个人喝酒多没意思啊 要不要 我陪你喝一杯 好啊 沐妍 我们一起 少睡 你喝多了 我扶你去休息 我没喝多 就在这 好 就在这 怎么是你 怎么是你 韩大哥 我欠慕你一酒 我愿意跟着你 我只当你是故人之女 还请你自重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找来的 现在给你两条路 要么自己走 要么 请你出去 韩大哥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空 我 我 好大的酒味 最讨厌喝酒 我 我爱喝酒 比不了你那文质彬彬的表哥 你喜欢那个 你找他去 他回来干什么 你以为我不想啊 要不是有契约在 我早就跟他双速双飞了 今天没有我的允许 谁也不许离开这 我自想和我表哥情深意重 等这个契约结束 我就跟他做一对争计 情深意重 深复你 这里不行 这里不行 哪里行 我告诉你 你是本少帅的 酒喝多了 我喝多了 我现在就可以派人去杀了你什么 表哥表姐表姐吗 什么档子啊 敢动我的人 如果有人敢打你主意 敢欺负你 我 韩哥哥 韩哥哥 姐姐 你看见韩哥哥了吗 听说他找我 婉儿姑娘 韩少帅近日 跟我繁忙 又抽不开身 特地嘱咐 让我来告诉你 让你回香 回香 我不可能 看来婉儿 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东西已经收拾好了 不用收拾了 要安全地把婉儿姑娘送到 别碰我 我是韩大哥 故人之女 我要见他 婉儿姑娘 这是我跟韩少帅的一点心意 左狗姑娘后半辈子生活无忧了 这样我就说 再不收拾 会不好看 你以为你赢了 其实韩大哥 鲜里早就有人了 你不过是他的屁身罢了 韩少帅 怎么跟一个女人 想什么呢 都露神了 你火鸡火鸟找我来 就是为了让我看你发呆的 穆颜 你老实和我讲 上次你说韩潇他 和你两情相悦 情色和鸣 真的假的 自然是真的 那你知不知道 算了 但我今天没来过 艾表哥 什么意思 话说了一半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你要是有什么话 就赶紧说 没关系的 如果你今天不说 就别提了 穆颜 你知不知道 他外面有人了 你确定韩潇他们会来这儿 他们来了 这个女人 跟你还有几分相似 难道我真的是替身 如果你在这段感情里 很难过的话 你还不如和他离婚算 可是我 出去散散心也好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你需要我开导你 你要好好想想 你们的关系 你说的没错 韩潇 果然不是什么好人 虽然你跟你表情的 一天已经解开了 那你就好恨呗 这是我和穆颜之间的事情 明天 就和他一起坐火车离开 中午出发 火车太慢了 我那边有台车 你拿去用 明天早上就出发 先生 太感谢你了 以后我和穆颜 会幸福地在一起 我会好好把我寄回 告辞 杨闻 车就在前面 很快就到 行李都打包好了 有人在那接我们 赵先生 怎么是你 苏穆颜 你怎么好像一点也不惊讶 我还以为是谁呢 毕竟那几个仇家 都已经被我解决了 没想到 是你这个姓 小角色 苏穆颜 也对 我真没有想到 会被你玩得身败名列 倾家荡产 苏穆颜 但是我现在很想 如果 横潇知道 你在我手上 他会是什么反应 玲玲 我是被他骗的 他说你和 横潇婚姻不幸 所以我才想 带你离开的 表哥 我知道 你是关心则乱 可是高默 有我有血海深仇 恐怕这次 胸都结伤 这封信送给赵帅 告诉韩苏 我有一份交易 他一定得下去 你猜 韩潇是觉得你重要 还是他的钱和手指重要 高默 你不要持心妄想 天了 不然还没准备 这所有人像 抄呀 不不受伤 这怎么还 张高家民一下 所有的灵魂 目前还需要点时间 我去了 三天了 还没送过来 孙沐妍 你觉得 他是不是也认为 你没有他的家财 万贯重要 你也没有他的钱 和手指重要 高默 我告诉你 你心里有别的女人 不会同意这笔家子 好啊 他有别的女人 那你就给我 别碰我表妹 别碰我 你还不是 老婆 老婆你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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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住手 老婆 什么东西 老板 东西送来了 打开 苏木屋 你可真是一个宝贝 我现在不打算 旅行承诺 我要再好好用 见其用 苏木屋 苏木屋 没想到吧 韩潇又惊天 过了今天以后 所有苏家的产业 都姓高 苏木屋 我 也是我呀 苏木屋 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看不出来吗 你很想逃 什么东西 我都废了你 苏木屋 你没事吧 我累我了 没事 你的手指 是死者的 小姐 回家吧 都不跑了 这里太危险了 你去找李温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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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那里 他在那里 别开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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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我错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求求你 放过我吧 伤额中有报 老天爷都看着了 别别别 你放我离开 我答应你了 以后我离开南场 我绝对再也不回来 我们出现的 你跟少帅的面前 好不好 我 我也像一种狗一样的 我求你了 求你了 很无助吧 很恐慌吧 我上辈子 也这么无助恐慌过 什么上辈子 我听不懂你的说什么 那个 难道你是什么事吗 主演 你当时的话 什么意思 我杀了高梦 没事 别害怕 这次的轮回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 不会再让人 行 你这说什么呀 韩晓 韩晓 你怎么了 韩晓 你怎么了 你醒醒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韩晓 你醒醒啊 来人啊 来人啊 医生 你一定要救救他 夫人 超帅的情况不是很乐观 过度劳累 加上精神刺激 你这些人都要救上不发 不过 夫人放心 我们会尽力 夫人 夫人 这是少帅留给你的 原来当年我救的人 就是很像 八年前我们就相遇了 我 穆颜 当你看到这封信 说明我已经不在了 我能给你的提醒 请你务必要记住 十月十九日下午 张房九阵 高墨会下药 别乱 十月十九日 慈善晚来 苏星星联合众人 羞辱夫人 十月二十六 苏一派买通大师 污蔑夫人是傻星 夫人 就知道你是个扫把星 道师在镜辞自难测 不对 提前买通 这位小姐 只是傻星附提 傻星的根源 正是夫人小姐呀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十一月十一日 夫人在小山里 四十前赶到 特别过 此善晚宴和 夫人多疑 敌意加重 所以保护夫人摔倒 韩霄 你究竟有什么目的 一月十五日 夫人 终于答应与我成婚 沐妍 少帅你醒了 我去给你交医生 今天什么日子 苏家找你结婚了没 回少帅 结婚了 结婚 怎么是这个世界 结婚多久了 还是跟高梦吗 我在 没有重来 一切都还在 你 重生了几次 你怎么知道 我重生了很多次 我看过你的笔记 以前我不理解 你为什么那么了解我 现在我理解了 是 是几次 难怪 我每次遇到危险 你都能像有预知一样 奇迹般出现在我身边 阳光和云 这次我很好 真的好害怕 怎么了 我从来没有维持过这么长时间 现在发生的一切 我都没经历过 未来会发生什么 我都不知道了 以前你没有这么爱过我 我好怕失去你 也失去过你本多次 所以我真的不想再失去你 你既然这么爱我 那你为什么心里还有别人 我不想当别人的替身 什么替身 有人说我是替身 谁他妈说的 我去逼了他 沐妍 你要相信我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可以问我 求你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你亲眼看见 你跟一个女人 那天在咖啡厅 还是你吧 一个 比较像一些 下午跟我出去一趟 给夫人置办一些首饰和衣服 现在误会解开了 苏大小姐苏沐妍 愿意真的嫁给我吗 什么意思都没有 还想娶我 做梦 韩笑 表哥这次来是来跟我们辞行的 你一个人送他就好了 我不想见他 要不是因为他泄了高默的鬼话 也不会害你遇险 韩少帅 我这次来 不仅是辞行 也是来道歉的 这道歉 怕是不行吧 你带走沐妍 我若是追究起来 别说几个月的劳犯 就算每天打你十缩子弹 我打你几个月 我都不会解气的 表哥都要走了 算了 这次一个人 我之前呢 都是听信他人谗言 少帅 我将我表妹 托付给你 我跟沐妍走的现在不容易 我一定会把他放在心肩上 有一个拍皮呀 真不错 是 是 苏沐妍 苏沐妍怎么有脸来 我听说他与人私分 叨叨少帅艳气 俩人已经离婚了 苏家呀 这次也是拍卖会的赞助方 他现在是苏家家主 晦气 我还想带我那 留言归来的表侄女 介绍给少帅 少帅 少帅您来了 我跟你说 我有一个留言归来的表侄女 长得可漂亮了 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打您认识认识 对呀对呀 你什么时候见一面 这么漂亮的姑娘 可否嫁人了 不成 我们一直轻怒少帅的英姿洒爽 什么时候有空 一时间见个面呗 陈夫人的侄女 我也应该见一见 毕竟当少帅夫人 我有经验 陈夫人的侄女 我也应该见一见 毕竟当少帅夫人 我有经验 看来这韩少帅与夫人离婚 确有其事 我们得 当心抓住这个机会 对对对 各位来宾 现在来到 本次拍卖会的重头戏 这件贵重的拍卖品就是 翡翠佛宫 五十万银元起拍 不接受奢欠 开始起拍 一百万 三百万 你喜欢啊 六百万 我 唐唐少帅 到底先了 夫人这个这么点零号讯 我今天省令又没多手 六百万一次 少帅不好意思 今天这块佛宫实实难得了 也有我们去 六百万两次 唐先生的身号没约如水 我用心了吗 不瞒你说 上个月 一定一千亿百块 我确实挺有实力 六百万五千万 千万 千万这是 有人喜欢 自然要不心事严心 唐先生要不要加点 算上月流水的话 能有一天一百万 那这一年就改干 不意思啊 还等什么呢 是觉得我夫不起 还是苏家商会夫不起 五千万一次 五千万两次 五千万三次 成交 韩夫人 您的翡翠佛宫 请 佛宫相送 不知少帅可消气了 自然消气了 多谢夫人 她们没离婚啊 谁知道呢 不仅看着像没离 我还有点七果颜 七果颜 你这样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你这样一弄你一点威严都没有 对夫人 就这样 至于孙艳 不仅高兴了 夫人高兴了 是不是该奖励我呢 少帅夫人 失火了是苏家在广福路的两米铺子 还好我们发现了及时 火已经扑灭 并未造成太大的损失 失火原因查明了吗 初步断定是仓库电路短路所属 是 那家店确实是老店 经常跳杂停店 通知下去 各个铺子 检查电路 注意防火 是 怎么 有什么事发生 没事 还好没有人员伤亡 只是房屋修缮 停工 重新开业 真是亏了好大一笔钱 那苏老板能不能给个机会补偿你啊 你想要什么呢 我想要你好好休息 好吗 那好吧 去吧 我 如果是一万十五 如果是一万十五 不应该是这么规则的奇火点 而且奇火点在外景 是我 通知下去 明晚做好准备 看好苏家铺子 那个黑衣人去哪了 不对劲 韩少帅 别来一样啊 原来是赵三爷 让你们把人给请过来 就这么请人呢吗 一点规矩都不懂 少帅 小的们都不懂规矩 不过 也难得看见韩少帅 这么狼狈啊 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啊 不知道 三爷找我有何事啊 我能找少帅有什么事啊 当然是想跟您谈合作 你想想 你掌握着枪杆子 而我是经商的 咱们俩枪架联手 这整个难场 早晚就是咱们的了 我从不跟偷鸡猫狗之位 和说 到此 少帅 请留步 天下你可以不在乎 但是有一样东西 你不会不在乎 沐沐沐的项链 赵帅好眼 以前的少帅没有软 而今的少帅 却也很软 你跟沐沐做了什么 少帅别挤马 只要你把码头的草原伸张 我保证不会为难 那不可 少帅确定不再考虑一下了 我劝你还是回家先看看 再给我拿破 置 木颜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你有没有事 我没事啊 我很以为 你为什么 为什么 时间不早 我先去洗个澡 些事 好吧 哎 等会儿 今天府上来了个特别奇怪的人 什么也没说 就递给我一张纸条 双美喜哥 少帅你考虑好了吗 考虑什么 啊 没什么没什么 你呢 就好好睡觉 好不好 什么 让我离开南城 我不去 让你去你就去 沐妍 没有别的意思 发生太多事 我帮你出去散散些 去燕北走 你喜欢的地方 那你去不去 我 你不去我去干嘛 好 那我陪你去 那就到蜜月旅行了 行 那你去收拾一下东西 我处理一下手上的事情 我们就出发 去吧 咱们可以先去 燕北女子学院 后街有家冷面 特别好吃 咱们可以去尝尝 然后 咱们可以去 你要去 要你看 沐妍 你在看什么 为什么这有一张票 码头有很多事情 我实在去不了 那个旅行哪有新郎不去的 你去我也不去 什么 有人找铺子麻烦 回首帅 我们的人已干往商铺了 该不会是证损你 沐妍 你没事吧 没事 到底什么情况 就是刚刚有人 哪敲战 人呢 韩湘 你一定有事情满重 我花了点钱打发走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你带这么多人满一条街尾了 现在街上空无一人 你让我怎么多声音 我担心你嘛 以后这种小事也告诉我好吗 今天还有其他什么奇怪的人吗 有 谁 有没有伤到你 你呀 也不知道你整天在忙什么 码头上的事情 沐妍 你先去燕北 我处理完事情就去找你 到底怎么回事 魁少帅 已经燕心靠哪儿过了 就是街头混合 和赵三爷没关系 知道了 你猜 有几个点 八 八点 有点运气 多 三爷 要了人来了 哎呀呀 果然是韩少帅看上的女人啊 简直就是有物啊 收到帖子我就赶来了 赵三爷找我合适 请坐 当然是想跟你合作喽 赵三爷不妨有话直说 少帅还在家里的舞 韩夫人跟韩少帅感情这么好 难道没从少帅那边听说过我吗 我跟少帅可是相识于威士 算得上是生意场上的老朋友了 他从来不跟我说生意场上的事情 所以我也不清楚 夫人好胆识啊 没听说就敢来复会 有他护着在南城 应该没有什么人敢得罪我吧 那是 只不过嘛 就是不知道这韩少帅 还能护着您多久呢 什么意思 打开天窗车亮话了 咱们都是生意 感情哪有利益重要啊 我知道你掌管这苏家 不妨跟我合作 拿下南城的桃园生意 利润咱们五分 你看怎么样 韩夫人 不 苏老板 苏老板 老远的胜利是少帅 他的 就是我 我拿的可是跑生财 干嘛要跟你搁我 老子 好生好气的跟你谈合作 小娘嘛 你他妈比给脸不要脸 小心我让你和韩潇 在这南城 永无利子之地 那我们就走 看看是我跟韩潇 把你补充哪吒 还是你让我 我 还要好 是 韩潇 你怎么这么早回来 你不是说在家等我吗 米婆临时有点事 我去处理一下 我去了米婆问了伙计 说你不在 到底干嘛去了 我都说了我有事 先咋去了 生气了 没有 就是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 太担心你了吗 韩潇 最近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就不能告诉我吗 说好了一起承担 就是不肯说呗 穆颜 就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去烟北玩一玩 散散心 好 我走 韩潇 韩潇 我走了 韩潇 你真的走了 韩潇 少帅 夫人上车了 务必看她上火车 好的少帅 好像夫人 她扑了 只能等事情解决以后 再跟她解释 今晚的晚宴 我们的人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们的人谈过路 你要的证据 就在赵三爷的卧室里 好 赵三爷 赶请我去 那我不可能浪费这次机会 少帅 三爷 三爷 来大伙都别激动啊 该吃吃 该喝喝 感谢三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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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苏慕言 别闹了 你怎么可以走 这不是 听到某人的秘密 想过来看看 能不能帮上忙吗 你是来找这个对吧 我比你先拿到了 你知道这里面 装的是什么吗 无所谓啊 反正你也不会告诉我 我自己查了 真是哪里没办法 这里面是装着 可以扳倒赵三爷的证据 你知道金海冯大帅吗 嗯 九阳大名 冯大帅以前有个女儿 被拐卖 正是赵三爷做的 你想要借刀杀人 没错 韩潇 这有什么好瞒住我的 赵三爷 是做人口贩卖起家的 形势特别狠毒 我怕他对你不利 你知道吗 韩潇 你什么事都想自己扛 到底有没有把我当家人 少帅请博步 您这是要去哪儿 我里太闷了 出来溜达溜达 我还以为少帅是害怕了 想逃跑呢 我怕什么 怕你抢走生意 哦 当然了 生意是可以谈的 只是现在这个场合 不可事吧 三爷 少帅 不妨我们书房已去 三爷 救我 一切废 把这个送给京海冯大帅处 说我送给他一份大礼 可解他多年心病 是 少帅 嗯 怎么啦 嗯 少帅 夫人生气了 就你聪明 是 没什么意志 有点 甚至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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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夫人 今晚不回家吃饭了 不用准备了 试试 少帅 告诉少帅 他夫人今晚不回家 告诉夫人 今晚敢不回家试试 告诉少帅 试试就试试 报告少帅夫人 我请个假 告诉夫人 我错了 告诉少帅 他没夫人了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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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辈子了 我错了 我错了 那个时候 我错了 余似的 我错了 你错哪了 错 我以后再也不自己一个人承担 什么事都跟你商量 我们共同承担 好不好 父亲原谅我了 最后一次机会了 告诉少帅 离家出走的少奶奶 回家了 我的车刚要进城 却被一群土匪给拦住了 我拼尽全力 但是他们人太多了 完全不是对手 只能看着他们 把所有的米袋都挣进了江里 不讲货物 也没有杀人 好像只是想给我们制造麻烦 韩潇 我怀疑这个人是 赵三爷 他已经准备对我们动手了 你怎么来了 苏老板 韩少帅 你们赶紧想想办法 我们店里的米都快卖完了 我们现在都等着这批货呢 今天这批货 而且我们货款都已经给你结货 紧张再拿不到货 我就不走了 各位稍安妄造 我定会给你们一个赌身的解决 解决 你怎么解决 货都扔江里 等等 你怎么知道货 我扔江里去 你管我怎么知道 都给我老实点 也不看看这是哪 凉草被结实属意外 三日内 我定会给你们满意的答复 不会让你们吃亏 我准备把苏家米铺底压了 向前装带一笔钱 先去烟北进一批粮食 先解决燃眉之气 眼下也只能这样了 只是这笔货的亏空 还是需要补的 近期有个单子 是押送粮食 押送到临城金海 我打算接下 沐妍 你有没有发现 这几次摄像很奇怪 我怀疑是赵三爷 摄下的圈套 是有点奇怪 但是我别无选择 这次送粮草的事 就交给我吧 不行 太危险了 危险 我怕过什么危险吗 莫言 为了你 我什么都不怕 但是我不能 冯大帅与我是旧事 想必那赵三爷也不敢造次 好了 放心 好吗 明天我去启程 很小 谢谢你 那是 你一定要平衡回来 放心 放心 过好了五百台大米 怎么就剩这点玩意了 在眼都在这里呢 手机现在全都解决了吗 解决了 我肯定还在这附近 我肯定还在这附近 谈笑 别招惊火拼 我还没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呢 三爷我最近喜事临门 刚娶了一房小老婆 说来跟你 黑色一家子人哪 想不想知道她是谁呀 哈哈哈哈 还是我告诉你吧 她就是苏青青 送了 起来起来 姐姐 有没有听到耳鸣的声音 老是被你打耳光啊 我总是能听见 我 好丑 苏青青 你到底想干什么 姐姐 我没有别的事情 我今天来 就是想要拿回我的东西 要把苏家记忆器拿回来 要是不给你呢 不给我 不给我 那你就陪我去见赵三爷 这某人的手段 有千百种 方正能让你 求生不能 求死不不 赵三爷 对啊 我现在是赵三爷的十八仪太 对我可好了 可别宠我 我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 你的想念啊 还不是我说了算 你不会还在等着韩湘来救你吧 估计韩湘这会儿应该自身难保了吧 应该无暇顾及你的死吗 你什么意思 不是你让韩湘去帮你送两草吗 我们家赵三爷在路上等着他呢 估计这会儿早就被打成山子了 好 你在笑什么 你笑什么 你给我起来 干你 你干吗别躲呀 韩湘 淡尽良觉梅子大了吧 啊 上啊 等等 赵三爷 他在这是谁 三爷 三爷救我三爷 三爷救我三爷 你以为我赵三爷怕了吗 是一个女人而已 是一个女人 是一个女人 你以为你赵三爷 你只要不晃就不会抗招了 是全女人 你能怪不 三爷 三爷救我三爷 你不要过来 你个春女人别过来 三爷三爷我不想死三爷 三爷别过来 我爸救我 你让 我不想 耍老子 水眼 我 你笑你怎麼了 你別丟下我一個人你清醒清醒 這麼擔心我呀 騙我 你騙我 討厭你 蘇老闆 您這好 街上都還沒人呢 開始收拾店鋪了 不知 我能不能在你這裡某個差事 還笑你開什麼玩笑 為了見你 我絞盡腦汁 只能用這招了 還笑我還真有事想問你 你可以教我打槍嗎 沒問題啊 停一下 放開 哦 好啊 瞄準內容 哇好強啊 瞄準看目標 照門與準形重疊 三點一線 知道嗎 嗯 行 啊 上頭是誰 用力 就是這樣子 明白了嗎 帥不帥 很帥 韩湘 你現在要做的事情 稍好好休息 睡不著 對方從禁令一路打上來 實力不容小覷 我們南城雖小 但商業很發達 對方早就盯上我們這塊肥肉了 或許可以試試戒兵 冯大帥不是欠你一個人情嗎 冯大帥 確實說過合作 願意提供糧草 共同抵禦來敵 淳王痴漢 如果南城被攻破 那冯大帥就要父輩收敌 只是 這冯大帥 只是 他還有什麼別的條件嗎 嗯 真聪明 他提了條件 但還不知道是什麼 只是說明日 邀請我敷宴 好 明天陪你一起去 好啊 要不先睡吧 見過冯大帥 早就聽說 少帥年輕有為 今日相見 果真如此啊 大帥誇獎了 不知大帥有何話 要與我單獨講 當然 只要您肯借兵 什麼條件儘管提 爽快 我就喜歡你這性格 要不 我們來個親上加親 你看如何 大帥 真是何意啊 我是想少帥娶我的女兒 抱歉大帥 我發過誓 這輩子只娶松明一人 恕難從命 好啊 衝冠一怒為紅顏 韩少帥 你是英雄 想必 不需要我的援助 慢著 傅大帥 我答應你不要走 韩夫人 沐妍 你的條件我們都知道了 為了兩國百姓能勞 韩夫人心中有大意 黃毛敬佩 韩少帥 明日我就借兵於你 我就靜等加音了 你怎麼能答應他的要求啊 這是我們的計劃 剛剛在外面碰到冯大帥的女兒 韩夫人 我是冯大帥的女兒冯媛媛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 只能來求您了 韩夫人 還請您成全 到底怎麼回事 韩夫人 我爹非要我嫁給韩少帥 可是 可是我已經有心上人了 就是阿良 他是我父親麾下的年輕士兵 我爹肯定不會同意的 只能來求您了 你們起來 韩夫人 如果有機會 我一定會立下戰功回來 到時候 瘋瘋瘋瘋瘋瘋的去圓圓 你這是要嚇死我 放心吧 不會離開你的 好晚好晚 真是畢竟 韩少帥發兵在即 這些錢你拿著 我準備關了米鋪 去前線了 你呢 我為你找個好去處了 你放心 小姐 可是我想跟你一起走 打仗我不行 但是僵士們總要吃飯的呀 前線很危險的 你一個女孩子家呢 還是在家裡吧 啊 小姐 小姐你怎麼了 沒事 就是 懷孕了 沐妍 懷孕了 我把兵權交給冯大帥 我們去鄉下 我要守著你 韩小 我還是喜歡沒有顧忌的你 你這樣畏首畏尾的 我真的不喜歡 好 我去前線 但是你要答應我 要留下來 好好照顧自己可以嗎 我也要去 今日終於成為离軟 只想兩頭 一人被成就 就又一人被不停 當我遠長一景 心酸和苦痛 前去和你相拥 還行 前線戰士吃戟 恐怕是一場硬仗 永不可分割 這塊玉佩 是我母親給我的 我從小戴在身上 現在 我把它交給你 它定會護你 平安順遂 開旋而歸 沐妍 等我回來 而如今我們已經 不會再做夢 只是在睡意的決定要 想起手 我和孩子一起 給你回來 殘酷的溫柔 陽光的刺痛 噓 啊 啊 你收到信了嗎 沒有 已經半個月沒消息了 怎麼回事啊 你剛剛說的客人呢 哎 剛剛還在這呢 啊 高墨 好久不見 啊 坐牧眼 啊 不用緊張 這次過來了 就這給你帶一個消息 寒霄 不可能 小天 啊 夫人 孩子已經保住了 你現在需要的是靜养 夫人 一人已經佔領了南城 恩師非常不利 你千萬要保重 啊 夫人 要不要考慮 離開南城 高墨 什麼意思啊 你想幹什麼 什麼意思 我想嘗一嘗當少帥的滋味 拿槍對著別人 果然很爽 我也想嘗嘗 少帥女人的滋味 你不覺得你自己很噁心嗎 哈哈哈哈 我好享受啊 楓妍 我要讓你這一輩子 都呆在這個宅子裡 你的孩子 還有你所有的所有 都是我的 你不不 你現在沒有資格跟我討價還價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三天以後 就在這裏 少了你 好 我答應你 我欠你 不要再耍什麼化妝 即使喪了三婚 我也要你的彩禮 三枚六片 一樣都功勢 好啊 我今天就可以給你一個片 小玉 小玉小玉 小玉小玉 王莫 你瘋了 我瘋了 我瘋了 你打了我 六七 打得我現在 我現在退去發抖 我瘋了 三枚六片 夠不夠啊 我夠今天再給你一個 這裡 要兵防守 南城那天發了電報 穆顏姐姐出城時被高默抓住了 阿良 怎麼辦呀 我們的人為什麼不救 現在城裡管得太嚴了 他們如果動手就會暴露的 我去救 少帥 三四 如果現在妄然行動 很可能導致我們的計劃功愧一愧 當初為了佑敵深入射擊假死 沒收個代價是蘇美妍 給我忍不了 告訴兄弟們 殺回南城 兄弟們 恭喜大哥 恭喜大哥 叫什麼大哥 啊 少帥 恭喜少帥 賀喜少帥 哈哈哈哈 今天 本少帥成青之日 來 讓你準備開始 儀式開始 一拜天地 一拜天地 一拜 二拜高堂 呼吸 退拜 好 我就知道你沒有這麼老實 你看看清楚 這都是老子的人 那又如何 黃泉路上由我相伴 想跟你也不會太有遺憾 你來真的 當初最後悔的事情就是沒有金手殺了 我不想紅 所以我現在還是可以金手殺了 我 你叫老子 什麼情況出去看看 阿 雲 不然 你把槍放下 慢慢地走过来 莫言 你没事吧 阿湘 我好想你 我回来了 阿湘 我好冷 别怕 莫言我回来了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你才不回来 才晚一些 我就快要 莫言 我属于你的注定 不属于我的命运 不要命 不要真心 还有梦能静静抱着你 莫言 爱写出我的实情 算不出我的命运 怎么了 做个梦了 做了个很长的梦 沐言 你买天地 河湘 我和孩子一起 等你回来 帅不帅 嗯 很帅 敢耍老子 你怎么了 你别丢下我一个人 你结醒 结醒 你别丢下我 我和你 我和他 我和我 你这么担心 你骗我 我 我和我 她 我和我 被你看見 桃花如雪 花落朵 街頭你心裡 所有心中我懷疑 人生氣 一如潮汐 陳東哥 憑這個夠不夠 別跑 我在呢 我一直都在 韓湘 我愛你 饒死機會 三月十五月 宿宅必須的